香港中环及弯载绕道即将于1月20日通车 当地时间1月7日 记者前往实地探访 香港陆政署主要工程管理处处长卢国华透露 工程中引入了行车隧道空气净化系统 这是香港首个也是全球同类设备中规模最大的系统 堪称香港首条会呼吸的隧道 中环及弯载绕道连接中环及北角 全长4.5公里 为保持维港岸边的海景 其中有3.7公里设计为行车隧道 同时为了改善隧道内的空气质量 陆政署首次引入了空气净化系统 另外我们这个整个项目 我们就因为顾及环保 我们其实首次就在香港的行车隧道 就引入这个空气净化系统 而这个系统也都暂时来说是全球最大的 相同应用上高 大家理解就是它其实我们每一小时这个系统 就可以处理540万立方米的汽车废气 这个数字其实相对来说 大家可以理解为它一个中头 大约是可以将整条隧道所有空气转换8次 汽车排放的尾气经过系统后 可以将其中80%的悬浮颗粒和二氧化碳消除掉 达到净化空气的作用 绕道通车后 中环到北角两地驾车时间将从40分钟左右 大幅度减少至约5分钟 也能缓解中环 湾载 铜锣湾等地交通拥堵 所以都是一个既交通又环保的项目 在交通的效益方面 大家都看到了 因为它整条长度是4.5公里 行车速度就是80公里每一小时 所以大家很简单地可以计算到 其实就会大约是少于5分钟 就可以走完整条路 所以对于路面交通来说 是会产生好的分流作用 在这个捷散的路程的时候 我们估计过每一年 可以捷散4000万个行车小时 卢国华称 每年节省的4000万个行车小时 可以减少高达1.1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相当于种植了48万棵树来吸收二氧化碳 对于减少温室效应的帮助非常大 未来在其他的道路施工当中 或许会做更多同样的尝试 据了解中环及弯载绕道 为三线双层分隔道路 于2010年1月29日动工 目前全部工程已基本完成 相关部门正在为正式通车 做最后的准备 传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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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